你有端午节出去玩 可他却看他初恋的官宣视频看得出事 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他却说关我什么事 说完还把手机扔到一边 说自己想在初恋结婚前再陪他一次 让我把他送回初恋身边 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 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 抄 有如烟变脸变得很快 明明前一秒还跟我有说有笑 无所谓的回答 可下一秒就表情变得僵硬 满脸烦躁的将手机甩在了后组 连带着语气也不悦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节假日出来玩 无死了 算了 现在马上送我回去 我不想玩了 每次和你出来都会扫兴 我搭在方向盘上的手逐渐僵硬 试图说点什么 却发现到嘴边的话始终说不出口 柳如烟甚至不再看我 将头转向窗外 面无表情地咬着手指 可我清楚 他只有在有心事时才会这样 车子一直堵在路上一动不动 车内却寂静地可怕 不知过去了多久 我听到柳如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毫不犹豫就拉开了车门 公司还有事要处理 我先走了 你这么大个人了 一个人又不是不可以 他走的是那么干脆 甚至连我开口挽留的机会都没给 柳如烟大概是真的忘了 今天也是我们在一起的五周年纪念日 我本来打算今天和他求婚的 可无漏偏逢连夜雨 不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将我困在了原地 害怕柳如烟会担心 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想要报一声平安 却始终无人接听 三个小时后 我在医院接受治疗 手机提示音突然响起 这是我对柳如烟设置的专属银声 我满心欢喜 打开一看 是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的柳如烟 更新了两张图片 并配问 我承诺过 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你的重要场合 如今做到了 图片里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和他相拥 即便是只有一个背影 我也一眼就认出了那人是柳如烟 曾心心念念的初恋 评论区还有不少是 群众以为图片是我 纷纷留言祝福 抛开我是柳如烟男朋友这件事 我都有点磕他们两个了 事实上我也真的这么做了 当难一举 挺般配的 发出去后 柳如烟的电话立马打了过来 我在内心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原来并非真的忙 也并非没有时间看手机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我以为他在看到我发的那些消息后 多少会对我有一次关系 以为他心里也会有我 可现实却又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就算我付出的再多 也比不过仅仅只有两年的初恋 柳如烟没有问我受伤 也不严重 反倒是语气愤怒地指责我 故一年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容易猜解 你明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不能别无理取闹吗 我不就是没有陪你出去玩吗 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做了 你要非得自甘下见 别拉我一起 我觉得恶心 因为暴雨天气入面滑 发生了连环追尾事件 现场一片惨状 那辆车静止地朝我冲来 我都不觉得痛 如今却因为柳如烟的这番话 心口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我发的消息你看了吗 路上出了车祸 如烟 好不容易聚一次 你会留下来多玩会儿吧 江洪生清冷的声音传来后 柳如烟轻柔地应了一声 我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偷窥着别人的心 次是想起了 电话还没挂断 柳如烟的声音又冷了下来 我在忙工作 都是成年人了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回家吗 没事别来烦我 烦死了 好心情都被你毁了 我突然就觉得挺没意思 与其里带着一丝 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酸死 我怎么不知道 你和一个刚回国的人之间 还有合作 五个小时的路程 他是有多着急 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赶到现场 故一年 你有完没完 他都已经奔轩了 你还要嫉妒 你怎么这么自私 我只是在跟你谈恋爱 又不是卖给你了 你凭什么干涉我 行了别烦我了 你这种人要真出了车祸 也是你活该 死了算了 隔着电话 我都能想象到柳如烟 此刻的表情 有多么的扭曲 或许是懒得跟我废话 他在说完这句话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在打过去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我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一句话 被爱的人才会有恃无恐 可我一向卑微地抬不起头 第二天一早 我醒来时隐约 感觉到身旁有人 睁开眼就看到 柳如烟满脸憔悴的 手在旁边 看起来一夜未睡 你醒了 出车祸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还以为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柳如烟一连三问 却让我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原来 在这之前 他都不觉得我是真的受伤了 还以为我给他发的那些消息 只是为了争忠吃醋 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痘大的泪水 从他的眼角滑落 阿年 你是在怪我吗 对不起阿年 我承认我不该撒谎 可我只是 只是想去看看 他是否真的幸福 我以后都不会再抛下你了 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柳如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楚楚可怜 这是他一贯的招数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服软 我就会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一切 医生说没多大的问题 好好休息就行 才不是 医生都告诉我 你有轻微脑震的 需要好好调理 我已经跟公司请假了 这段时间留下来好好陪你 或许是柳如烟 自己也意识到了 昨天的态度太不强 今天有一想要缓和 变着法的都我开心 放在以前我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这是柳如烟 鲜少有的主动低头 可这一次 我却十分的平静 甚至是开口说话都平平淡淡 那麻烦你了 柳如烟的身影顿了片刻 很快又恢复正常 我听医生说 你最近要吃清淡一点 所以我特意叫人熬了粥 你等着我去拿 待会我喂你 我试图说服自己 去忘记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只当他是在秒怀青春 可柳如烟却偏偏 用事实打破我的一切幻想 我一直强称地转到了深夜 都不曾看到柳如烟回来的深夜 甚至是连一个消息都没有 害怕他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我没忍住 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 是故一年吗 我只觉得心脏仿佛都漏了半排 见我没有回答 电话那头又连忙解释 道歉 我急性懒尾言犯了 这刚回国有些人生地不熟 柳如烟怕我一个人出什么意外 所以陪我去医院了 我怕你会误 想着打电话给你说一声 可我亲耳听到医生告诉过他 我有轻微脑震荡 身边也离不开人照顾 在我沉默的间隙 一道温柔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入我的耳朵当中 你又在玩手机 医生都说了要好好休息 这是我熬的粥 你快尝尝 要觉得不好吃 我再重新给你做 我有些狼狈地挂断了电话 眼眶却不受控制的变红 我不明白 我相信了他 可为什么柳如烟要一次性撒两个谎呢 明明说好了会陪我 也说过不会再丢下我 就这样 我一个人在医院待了两天一夜 最后还是朋友听说了我出车祸的事 前来陪护 一想到柳如烟随口的承诺 朋友在路边随手买的晚餐 我都吃得津津有味 你和柳如烟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别跟我说没事 他朋友圈的照片我看到了 这么多年还没忘吗 林昭昭一边说 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共同好友 也知道我们之间所有的过去 走进他的心 江洪生一出现 我就输得一塌涂地 人们常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 否则 这一生都会因为念念不忘而孤独 太惊艳的人 一旦过早遇见 要么余生都是他 要么余生都是回忆 在柳如烟的心里 或许江洪生就是这样的存在 我打算放手了 听到我说的话 林昭昭表情复杂地沉默了片刻 那你呢 事业还没有忘记吗 他的这句话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回忆 可还没等我说什么 门口传来声响 柳如烟可 有什么好珍惜的 我最需要有人陪的那段时间 不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吗 我和他在一起了五年 全心全意地付出了五年 换来的却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 等林昭昭走远后 我才听到柳如烟开口 语气里依旧没有关心 只有责备 我就说怎么几天没联系我 原来是在医院忙着鬼混 你想用这种方式报复我 顾一年 你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我笑了 是被他的这番话气笑的 心里的最后一丝期待也彻底沉沦 果然 人心脏才会看什么都是脏的 纪念日当天 他远赴他是陪初恋 我出车祸需要人陪护士 他在另一家医院照顾别人 所以他又有什么资格 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但这也是我第一次 无视了柳如烟的话 得不到回应 他在病房发了好大的火 最后一句话也不说 就离开了医院 那之后 我和柳如烟之间 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氛围 他不给发消息 我也不再主动找他 就这样冷战了一周后 柳如烟像是想起了 还有我这么一号人的存在 聊天对话框里 蹦出他的头像 我特意学了几道 营养餐的做法 医生说对你的恢复 很有帮助 一会儿就过来 我看了一眼 是我熟悉的房间陈设 过去的1825天里 我在这个厨房 承包了他的每一餐 所有人都羡慕 我们之间的那种感情 你看 我都不小心烫伤了 柳如烟发过来的照片 他的手都被烫红了 看起来惹人心疼 但在这之前 他却从来没有为我 进过一次厨房 我突然想到几天前 他手上也有一个 这样的伤口 被我捧在手心上的小公主 却愿意为了别的男人 洗菜做羹 还乐在其中 我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笑话 短短的一周时间 柳如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 变得有些沉不住气 迟迟没有得到我的恢复 他恨不得把我的手机都打爆 刺耳的铃声再次响起后 我有一些不耐烦的 接通了电话 你出院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柳如烟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是暴风雨的前奏 生气却又带着淫缘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在气水 早在上次他从医院离开后 我就办了出院手续 只是这段时间 柳如烟一直忙着公司 将洪燊两边跑 压根无瑕顾及我爸 我本来也想告诉他的 但发出去的消息 都会湿沉大海 偶尔有回复 也都是不耐烦的语气 你是什么寄生虫吗 非得来烦我 难不成你一个人 待在医院会死 洪燊这次回国认识的人 就只有我 你好端端的 就非得和他争 失利不讨好 我就没有告诉他出院的事 怕他觉得 我已经跟你解释很多遍了 洪燊只有一个人在国内 他出事 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吗 你能不能有点同理心 再说了 我已经给你抬接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 别给脸不要脸 柳如烟还是觉得我在闹脾气 实际上 我只是想明白了一件事 强扭的瓜虽然解渴 但他不甜 人只活一次 又何必委屈自己 柳如烟长得漂亮 能力又强 身边的追求者 从来都只多不少 那时候我总觉得我是幸运的 能够站在他的身边 所以我和他之间 但凡吵架 只要他抛出一丁点的橄榄枝 我就会像个舔狗一样 主动道歉认错 可这样换来的结果却是 被柳如烟各种瞧不起 他会当着众人的面嘲讽我 像个舔狗一样 会一边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好 一边又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 会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自尊心 事后又只需勾勾手 便会将我哄得团团转 因为我太害怕失去柳如烟了 害怕不能留在他身边 更害怕再也听不到那个心跳声 我没有生气 也没有误会你们 我原以为 在得知柳如烟次次二选一吻 都是后者时 会歇斯底里地质问他为什么 可是实上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两久的沉默后 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抽气声 阿年 回家吗 我有点想你了 如果换作以前他这样开头 我定会心疼不已 可现在 我内心却涌不起一丝情绪 我想 或许放手也是一种解脱 像是怕我不同意 柳如烟的语气里染上一丝着急 你在哪 我来接你 我们一起回家 我只是呆愣了片刻 也行 没有期待 只有平静地回答 我不知道柳如烟是从哪个地方赶来的 发了地址过后 我在原地等了他六个小时 才看到熟悉的车子 车子停稳后 我像往常一样主动走向驾驶位 拉开车门 看到的却是江洪生坐在驾驶位 终于见面了 你好 我叫江洪生 你应该知道的 我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 柳如烟一边坐上副驾驶 一边转过来朝我解释 洪生他刚好出院过来玩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带他一起了 闻言江洪生面带笑意的转头看向我 之前麻烦了如烟很多事 所以我今天过来充当司机回报他 你应该不介意吧 我坐在后座里 没事 大家都是朋友 我不介意 我嘴上这样说着 眼神却一刻也没离开过江洪生把着的方向盘 柳如烟很爱惜自己的车 不喜欢陌生人坐 更别说操作了 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了两年后 才被允许做他的专属司机 但也只限于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曾一度以为 这是柳如烟认可我的象征 还为此暗自高兴了许久 如今看来 江洪生不是陌生人 我对他来说也并非专属 我的回答却让柳如烟的脸色变了右边 阿年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之前 我曾不止一次的因为这件事和他发生过争吵 我不明白柳如烟为什么会对一个位置如此在意 他却一次又一次歇斯底里的朝我好 故一年 我是你女朋友 不是你的玩物 你控制欲这么强 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窒息 是不是非要把我逼走了 你才会满意 你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可以做吗 直到后来 我从他朋友的口中得知 车子是江洪生送他的定情礼物 我突然就试唤了 原来 爱与不爱真的会如此明显 一路上 我像一个不熟的乘客一样 在后排一句话不说 反倒是江洪生有说不完的话 一直滔滔不绝 这期间 柳如烟也偷偷看了我好几次 他们有说有笑的场景刺的我眼睛生疼 内心止不住的涌上一阵酸涩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柳如烟在坐车实话可以这么多 过往都是我不停的去活跃气 但换来的只有柳如烟不耐烦的一句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 吵死了 到后来 我干脆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俗话说得好 眼不见心不烦 等我再次睁眼时 车子停在了一家餐厅门前 江洪生还是一脸笑语 就好像印证了那句伸手不打笑点 我过两天就要出国了 为了表示感谢 想请你们吃个饭 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的肚子率先咕噜咕噜响了起来 为了等柳如烟 我已经快八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 现在有免费的送上门来 不吃白不吃 但这顿饭吃的并不还款 中途 江洪生去了一趟卫生间 没一会儿 柳如烟的手机就响了 他只是瞥了一眼 就关闭了手机翻转放在桌面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找话题和我聊天 阿年 这些菜还合胃口吗 过两天我们重新出去玩吧 我听朋友说最近有个地方 很适合情侣一起出去玩 手机不再响起 我却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柳如烟的心思早已飘远 每说一句话就会用余光瞥眼手机 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分钟 他便有些沉不住气了 蹭 被医生猛地站起来 阿年 对不起 洪生他 他好像出事了 我得过去看他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眼里的担心是装不出来的 没事 你去吧 我一个人也可以 我说得很平淡 甚至都没有抬头看过他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跑下 确实也没必要次次计较 柳如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几次想要说点什么 到最后都没能说出口 或许在他的脑海想过我会闹 会挽留 唯独没有想过我完全不在意 可在江洪生这件事上 他也从来都没有心思去细想 对不起 柳如烟在说完这句话后 就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被 我一个人默默地吃完了所有的饭菜 临走前掏出手机 给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我们分手吧 吃完饭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没有像之前那样在客厅留一盏灯等他 而是静止地回了卧室 手机上依旧没有收到柳如烟的任何消息 我联系了朋友 让他帮我重新找一间合适的房子 既然已经选择了结束 还住在这里确实也有些不妥 另外 我还联系了一个很久未曾联系过的人 师傅 我想继续跟着你学艺 消息被发过去后 对面秒回 你小子还好没让我失望 我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你随时可以过来 就像是内心深处突然被人触碰了一样 我差点没忍住掉眼泪 谢谢师傅 我看着手中尘封已久的盒子 颤抖地将它打开 里面是一套完整的工具 我十分爱惜地抚摸着他 像是在对待什么珍宝一样 陷入一种沉思 回过神来后把他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或许是因为折腾了一天 我也实在是乏了 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才醒 屋里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有管 也没有去问柳如烟什么时候回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出了门 去往自己熟悉的地方后 我难得心无旁骛地投入了一次 知道大家说过饭点了 提议去吃饭 我才有空前时间看了一眼手机 出乎意料的是手机上有实际通未接来点 全是来自同一个人 出于礼貌我回播了过去 柳如烟难得秒接了一次 语气里满是紧张 阿年 你不在家吗 你去哪了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都不接 我愣在原地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因为在过往 都是只有我才会这样 我揉的时候有些发酸的眼睛 抱歉 在工作 没看手机 柳如烟沉默片刻才再次开口 那你今天回来吗 我在家等你 柳如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是那么的自然 我很快便意识到 自己发出去的消息 被他再次忽略了 亦或者说 他看到了 可他不愿意承认 我也没打算再说一次 因为你永远也叫 不省一个装饰人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 总有一天他也会接受 最近有点忙 说不准 我一改往常的态度 无论对什么 都是不冷不热的回答 柳如烟就算反应在迟钝 也意识到了我的不对劲 阿年 你是不是生气了 昨晚我不是故意抛下你的 洪生和他女朋友 吵架的心情不好 他过去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我害怕他一个人 真的会出什么事 所以才 柳如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全程小心翼翼 就好像生怕我会误会一样 我却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不会 我相信你 没必要解释的 你们是朋友吗 肯定要帮忙才行 我说的不是不用 而是没必要 因为我和他之间 反正也要结束 确实没必要在这 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 可柳如烟却没有想象中 那样松一口气 反而总觉得心里轰落落的 要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挂了 我肚子饿得直咕噜 早知道就不手剑 打这一通电话了 耽误我吃饭 像是怕我真的会挂断电话 柳如烟声音有些急切 先别挂 阿年 我们不是说好了 五周年纪念日出去玩吗 我已经定好地方了 你请个假 我们出去好好放松几天 好吗 我整个人肉眼可见地 僵在了原地 柳如烟从来不会记得 任何纪念日 更别说主动提议起过了 每次都是我各种哀求 他才会勉强同意 嘴上还会不停地吐槽 你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别那么矫情 这么想过 你不知道自己去过吗 就知道成天没事给我找事 这次出去玩 也是他为数不多同意的一次 但还是抵不过江洪生 什么也不做的出现 就轻松打破一切 换做事以前 柳如烟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还主动提议要和我出去玩 别提我会有多开心了 但现在 纪念日早就过去了 破镜不能重圆 又何必呢 我几乎毫不犹豫就回绝了他 不了吧 一个节日而已 没什么好过的 我过几天还要去山区考古 也没时间 柳如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总觉得这句话很熟悉 反应过来后 语气变得惊讶 你换工作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大代从来都没想过 我也会有拒绝他的一天 更没想过 我会重拾考古这份工作 因为柳如烟有严重的过敏性敌业 我每日和那些泥土打交道 即便是收拾的再干净 回到家里也会让他难受一番 所以为了健康着想 再开始追他的第二年 我便放弃了这份工作 放弃自己的一生所爱 变得不像自己 我久久不回应 让柳如烟心里莫名的感觉慌张 阿年今晚回家 好吗 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我本来想拒绝的 但转念一下 房子已经找好了 是该回去把东西都搬一搬 省得留下来爱言 毕竟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才行 忙完就回 但其实工作忙 这是我找的一个借口 虽说我已经太久 没有接触这份工作了 许多东西都要重新学 但考古需要静下心来 急不得 至于这样说 纯粹是因为我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柳如烟 他在逃避 我又何尝不是 我和他在一起了整整五年 人生又有几个五年能够去等 一直待到了凌晨 我才准备回家 柳如烟向来有早睡的习惯 这个时候回去 也可以避免和他见面 然而我却低估了柳如烟的执着 我刚到楼下就看到 风中摇曳的他 穿着单薄的衣衫瑟瑟发抖 若是换到以前 我早就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他身上 嘴里还念叨着 怎么不多穿一点 你要是感冒了 我会心疼的 可我忘记了一件事 柳如烟才不会等我 我愣了片刻后 还是上前跟他打了招呼 你怎么知道这里 问的你朋友 我有些苦思的笑了笑 我想起之前有一次 我因为急性蓝尾炎疼的晕厥在半路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醒来后医生告知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我给柳如烟打了无数个电话 才被接听 可听到我说完这一切后 他只是有些不耐烦的回答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家医院在哪里 你都这么大个人了 就不能自己处理吗 非要给我添麻烦才满意 现在看来 并非找不到 而是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罢 柳如烟那双受伤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住我 阿年 你是在躲我对吗 我有些心虚地将头撇向了一边 没有 真的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柳如烟眼里的光 一点点地暗淡下去 可你同事他们 八点就下班了 撒谎被人当面揭穿 我有些尴尬地笑笑 抱歉 那这件事算我的错 走吧 回去吧 外面挺冷的 柳如烟就那样愣愣地站在原地 眼睛里全是不可置信 和他在一起的这五年 我从来没有对他撒过火 更是向他承诺过 这辈子都不会骗他 但如今 这一切都变了 柳如烟猛地冲进我的怀里 紧紧地将我抱住 阿年 你别这样 好不好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和他之间 我真的可以跟你解释的 他话还没说完 我伸出手轻轻地揉揉他的脑袋 好了 你不用解释的 我说了 我相信你 朋友之间帮个忙也很正常 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 甚至连一丝情绪都不带 柳如烟的表情变了右边 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我想 他应该是高兴的才对 因为这样一个不一身一鬼 还大度的男朋友 不正是他所期待的吗 上车后 柳如烟全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放 生怕我会再次逃走一样 我也没挣扎 任由他这样拉着 我始终坚信 一段好的感情 就应该好聚好散 到家后我开始收拾行李 柳如烟就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 阿年 你是要出差吗 我愣了愣 也算是 但主要还是想搬出去 我住在这里不合适 我想 我说的已经够清楚 但柳如烟却发了疯 又不来将我所有的衣服往外扔 阿年 我没同意分手 也不会同意分手 我没说话 伸手替他擦了擦脸颊上的眼泪 无奈地叹了口气 原来 我发的消息你也是看得见的 柳如烟的表情变得僵硬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发给柳如烟的消息 不知道有多少是石沉大海 甚至有一次 他好几天没回家 我打电话无人接 发消息没人回 最后还是从别人的朋友圈 才看到他的声音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过去 过了许久才有人接听 我在国外忙 什么事 实际上 我在微博偷偷关注了江洪生 此刻他们俩的IP地址一样 我发的消息你怎么不回来 他语气有些不耐粉 我很累 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没必要 可我分明听见了他身边男人的声音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却骂我像个偷窥狂 总爱多管闲事 而那天也正好是我们的纪念日 但只要是有关江洪生的消息 他从来都不会错过 仔细想来 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 柳如烟好像都在陪着另外一个人 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事 是因为我不重要 所以他便没有放在心上 那天晚上我还是没能离开 柳如烟抱着我又哭又闹 阿年 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才会这样 我不怪你 这些都会过去的 等你气消了 我们还和之前一样 过自己的日子 好吗 我们好不容易才一起度过五年 你说过不会抛笑我的 戴着面具生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柳如烟边哭边咳嗽 整张脸胀的痛活 痛苦的捂着心脏 我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将他从地上扶起 已经很晚了 先好好休息吧 我今天不会走的 他以为这是我的退让 稍稍松了一口气 明天你出差 我跟你一起去 而我忙了一天的工作 也实在是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俗事 见他睡了过后 便也沉沉的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醒来时 柳如烟已经做好了早餐 就好像是结婚很久的夫妻一样 将里里外外打理的有理有条 见我起来 他一脸贤惠的看向我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快过来尝尝 也是 本来就没有爱过我 又怎么会记得我爱吃什么 我本来想着趁这个机会 好好和他谈谈 但刚坐在餐桌上 门铃声就响了 江红生捧着一个礼物盒 脸色苍白的站在门口 我今天是告别的 明天我就要出国了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柳如烟有那么片刻的慌张 回过头来看我 只是他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便率先出声 进来一起吃吧 大家都是朋友 没有什么打不打扰的 反正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完 听我说这些话 柳如烟心里很不识滋味 但他终究也没说什么 我有什么资格阻止别人进来 毕竟这房子也不是我 我不过是装饰了一下他 江红生也没客气 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没想到出国前 还能吃上一顿正经的早餐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烟你吃早餐的口味 还是没有改变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酱肉包子 不知道我的厨艺 你有没有学到精髓 江红生一边说一边 往柳如烟碗里加了一个包子 全程我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默默地喝着自己的小米粥 就仿佛眼前的两人 是什么陌生人一样 够了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柳如烟突如其来的一声吼 打破了这表面的祥和 我和江红生都有些不解的抬头看下他 毕竟柳如烟只会用这样的语气 跟我说话 我今天可没什么讨人闲的举动 然而下一秒 柳如烟将门大大打开 毫不客气地指着江红生 你难道没有其他的朋友吗 我和我男朋友吃饭 你为什么要来打扰 现在立马滚出去 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 江红生一脸不可置信 沉默了许久 他才吐出一句 柳如烟 你别后悔 然后愤愤地哼了一声就走了 江红生走后 柳如烟又小心翼翼地前来跟我道歉 阿年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来这里 但你放心 我以后都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下去 柳如烟 你知道的 我爱的人不是你 只是那颗心脏 他像是受了什么巨大的刺激一样 浑身颤抖的捂住耳朵 够了 不想听 看吧 他明明知道的 可他也不想承认 六年前 一支考古队遇上了山体滑坡 全部被困山洞中 当救援人员赶到时 已经造成了两死一伤 其中就有我爱的那个人 林兰被送往医院时 已经抢救无效 同一时间的医院里 另一个女孩因为心脏病 急需做医治手术 林兰和我一样 是孤儿 没有任何亲人 我因为自己的撕心颤抖 着手签下了那一份捐赠协议 抽屉里的捐赠协议被他看到 他知道我和捐赠者认识 却也还是什么都没问 顾一年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我怎样 我知道你是在生气 可是这话说出来真的很伤人 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现在算我求你了 我一直没有开口 甚至都没有抬手安慰过他 直到他情绪逐渐平复后 我才继续说到 六年前你的心脏手术 捐献的那个人是我爱的人 从那之后我便开始一直追求 不是吗 午夜的钟声敲响 灰姑娘的梦也该醒了 她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好看的眼睛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柳如烟 我说分手了 那句话是真的 不爱你 也是真的 柳如烟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最终夺门而出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留在这个家里 我的痕迹几乎少之又少 我只是简单收拾了一下 带走了一些必需品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 柳如烟还是没有回来 我也不再等他 转头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去了墓园 看着墓碑上灿烂微笑的女孩 我眼眶逐渐变得湿润 小骗子 明明说好了那颗心脏 这辈子只会装下我一个人 不过 我好像也要失约了 不能一辈子守着你了 我们俩算扯平吗 考古是灵兰最热爱的事业 我曾不止一次问过她 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又苦又累的事业 她却只是笑笑 风格不被定义 我爱极高级 以至于后来因此失去生命 原谅我是一个胆小鬼 这么久了才敢来看 那天我在墓园和灵兰 说了许久的话后 终于踏上了自己的路途 上飞机前 我用朋友的手机 给柳如烟发了最后一通消息 我走了 你终于解脱了 我也是 消息发过去后 许久都没有回复 反倒是我手机的微博弹了出来 是江洪生更新了 一张图片 佩文 谢谢你来送我 青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关掉了手机 转身朝着飞机走去 迎面和柳如烟擦肩而过 她没有认出我 但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全文完